受环球政治局势影响,本港经济前景转差,再有新盘买家上会失败他定离场,长实1113日出康城C2Sky火热收票之制,同区新地016以戒现楼的四期进海二。 3火撻大定个案,全部采用建筑期付款,撻定单位包括5B座57楼B室,实用628方尺,三房套间隔,2018年11月以1081.45万元售出,尺价17221元,3B座39楼D室,实用477方尺,两房间隔,2018年5月以840, 15.15万元售出,尺价17718元,5B座56楼F室,实用343方尺,一房间隔,2017年12月以630.95万元售出,尺价18395元,成交策序新显示,三个单位均已经终止交易,预料前后交付楼价15%定金,分别为94.5%, 127万元,127万及162万元,职合共租发展商杀定383万元。 另外,新地同系深水堡南昌站上盖项目会采三翼六得一中他大定,单位为6座26楼G室,实用273方尺,开放式间隔,去年9月以637.03万元售出,尺价23334元,买家当时选用建筑期付款, 在半年监负楼价10%,需在交流时付清余额,买家近日他大定离场,要损失63.703万元定金。 连同上述三宗个案,新地旗下连环六得四宗他大定,涉及杀定金额高达近450万元。